念佛感应路 一 编者序 一 应积妙法为在念佛 编者 慧敬法师 法无高下 应积则妙 要无贵贱 对正则良 然 处是娑婆 时是末法 积是余恶 八万四千法门中 堪应此处 此时 此积之妙法 唯有弥陀本愿 称明念佛 祖师云 念佛最圣最义 极善最上 弥陀名号 赦尽一切功德 故最圣 称明念佛 不论任何根基 故最义 净土法门名为义行道 义有二义 极简义 容易 义极单纯化 义行化 因为单纯 义行 人人都能 若必须了解 高深微妙的理论 则不单纯 若必须做复杂艰难的修行 则不容易 不单纯 不容易 就非人人都能 亦非净土法门 更非弥陀本愿 善导大师所言一项专称弥陀佛名 即是单纯化 一行化 未必要三心的体悟 也不需一心的功夫 因为愿生极乐而专念弥陀 自有弥陀本愿力的运作 使称念者 现世常得安稳利乐 临终往生极乐抱土 人人都能 而且功德平等 净土法门本及平易之节 若人人都需了解繁琐的宗学 或需体验信心的一念 便抹杀了净土门一行极致的圣意功能 也埋没了弥陀佛大卑为凡的基本原则 直将普基普元之教 反乘一基一元之法 如此误解曲解 自我设限 择得救者寡 往生者惜 致使世尊探言亦网而无人 净土门明之谓一行道 解释谓一行难信 而舍难取义 此即是一行道之所以为义 因此 但能一向专称弥陀佛明 信在其中矣 事故 观经虽说定善散善 三福九品 信基信法等 然而 最后流通之父主 则为取一项专称弥陀佛明 流通于侠带 正因称名义故 人人都能 功德胜故 直至佛果 定善散善之功德 原设无余 信基信法之功能 巧在其中 此闽大师云 彼佛因中立弘事 闻明念我总迎来 不减贫穷将富贵 不减下智与高财 不减多文池境界 不减破界最根深 但使回心多念佛 能令瓦力变成金 有机会训达 甚至是 有机会训达 未经训达 精英灵具变成金